好 歡迎來到第22集的戰術TSA 這次仍然是繼續這個2010戰術演變的系列 上集就講過2010發生過什麼事 今集就講2011年 2011年我這次會講三支球隊 會分三集跟大家講 第一支球隊就是AC米蘭 為什麼會講AC米蘭呢 因為他在那一屆 即是2010至2011球季裡面 他又獲得伊甲聯賽冠軍 亦都是繼早前的國際米蘭有五年冠 以及AC米蘭拿完這次之後 就早雲達斯獲得了八年冠 所以其實都很有歷史的意義 因為他就是夾雜著兩支球隊連續獲得冠軍 他是站正中間的 亦都是艾力尼 這個伊甲我想現在就沒有教 但是他是近年伊甲其中一個最出名的教練成名作 帶到AC米蘭拿冠軍 這個時候我們就先看看一個圖 就是當年AC米蘭的主力陣容圖 當年AC米蘭主要排一個4-3-1-2的陣式 又或者4-3-2-1 簡單介紹一些球員 先幫大家拿一些記憶 龍門就喊給阿迪 兩閘方面 正選就是右邊就是喊巴迪 左邊就是安東連尼 後來就是邦尼娜和辛寶達 因為那時候辛寶達都很老了 中堅方面 尼斯達那時候也很老了 拍著塔高斯華 塔高斯華就是那一屆開始成名 之後就奠定了世界其中一位最出色的中堅 中場方面 中場呢 斯多夫和加杜素是兩邊的 三人中場入面 兩個都長期正選 你看到中圈那位有四個球員那麼多 為什麼呢 因為AC萬人那一季 中間這一個球員瘋狂的受傷 不是你傷就是我傷的 輪流踢 沒有什麼是長期正選的 首先說一下 派路呢 派路呢 就是那一季上半季就是正選來的 基本上是踢足的了 但是呢 在一月左右 他就受傷了 長頭 下半季基本上沒有踢的 另外 如果派路沒有踢之後怎麼辦呢 有雲保美 有銀布鮮尼 還有發明尼三個輪流踢 有時候就可能出兩個 進攻中場方面 奇雲保定 奇雲保定 原本上半季都有踢的 但去到一二月呢 又長傷 之後就斷斷續續地上陣 這個位他沒有踢的時候呢 就找了羅賓奴 羅賓奴有時候踢進攻中 有時候有時候靠左邊 前面方面 伊巴謙莫衛是長期正選的 一個targetman的角色 身邊撿第二點就是柏圖 但是大家要留意一下 柏圖 伊巴謙莫衛和羅賓奴 三個其實是過一季 同場比賽的次數不是很多 因為柏圖經常都斷斷續續地受傷 伊巴謙莫衛季 有幾場的停賽 所以有時候奇雲保定 或者羅賓奴 就會推上去踢一個苦風的位置 好了 講完陣容上的事情 我們就看下一個圖 就看當季AC美蘭的進攻圖 當季AC美蘭 首先說了 拿到聯賽冠軍的關鍵 關於防線事 因為全季只失了24球球 計算這個2006年 祖雲達斯獲得冠軍 即是打架球事件 揭發之前獲得冠軍 就是失球最少的球隊 在二甲那裡 當年的防線就是太高斯華 和尼斯達 太高斯華主要是標 尼斯達就在後面做清道夫 兩閘方面 安東連尼和亞比迪 其實兩個都不是一個很小級的球員 但安分守己 穩穩固在後面鬥著 防中力又有雲寶味 又有派露 又有銀布鮮尼 發明尼 輪流在後面 塞著 斯多夫和嘉奧素仔 都位置比較厚 多德 另一個方面 為何AC美蘭失球那麼少 都關於球員的受傷情況 剛剛提到 派露下半季就長頭 另外就是朗娜丁奴 其實當時也有踢 不過上陣時間很少 踢過七次 因為他一月就離隊 2011年 所以 AC美蘭的下半季就缺乏創造型球員 令到亞歷尼把心不顏 把所有球員都塞在後面 前面只留下伊巴謙莫惟 羅賓奴 奇魂寶定那些 柏圖四個 所以長期後面就靠人數優勢 再加上斯多夫和嘉奧素的魯露中環 在球場上 拖慢節奏來看後面 搞定防守 前面又等機會放他長球 做進攻 這時候就講一下當年的進攻圖 因為AC美蘭都是靠他伊巴謙莫惟 第一時間一個targetman 用他的個人能力 和身形背身護著球 或者轉身 很多時候都射到世界球 伊巴謙莫惟是downfit 很多時候後面釣過球 上來他自己一個人真的搞得定 搞得定 搞不定的時候 怎樣呢 柏圖羅賓奴就在後面 撿第二點 然後就立刻射 羅賓奴那鬼踢得很好 另外柏圖那時候 最主要就是偏右一點 斜卡進去禁區 又或者側直線 比伊巴謙這樣進攻 另外 保定和嘉奧素 其實都很多口想撞射的機會 嘉奧素 大家以為只是防中 其實那一季不是的 很多時候都撒入禁區撞射的 另外就 說回雲保美和派露 派露在上半季放了很多長傳的中後場 仍然都做到那一招 就是有斯多夫 有嘉奴素 或者有時候加上雲保美 就照著派露來踢 然後兩閘 其實阿巴迪和安東年尼都有上去 不過次數就一定不會去到 現在這個年代的閘位那麼頻密 另外一個進攻模式就是奇雲保定 就是現在近幾年就看到奇雲保定的後上很殺死 其實當年也是 當伊巴謙無畏在前面被人塞死了的時候 他就會充當第二點的角色 拿著球衝進禁區 基本上主要前面就是靠衝 如果解圍之後或者對方成功截到你的球 立即在前面撿第二點 這個就是當年AC美蘭的進攻套路 其實就比較簡單 那一季就順風順水 拿到聯賽冠軍 因為適逢祖雲達斯又在重組 國際美蘭又拿完三冠 之後就有些回落 所以當季就順利奪冠 也都是目前為止AC美蘭最後一次奪冠 下集的時候我就會再跟大家講Dormund 今集時間差不多 好